自從去年開始直到現在 我都收過大家的無數次這些問題或留言 就是問我什麼時候出片 一個星期可不可以出兩段影片 為什麼出片這麼慢 多多點影片 其實我都發現現在這些問題是一億嚴重了 增長了很多 其實我都知道問題的答案在哪裡 就是因為我太久沒有出過影片給大家看 可能就是這樣 不如現在就拍一段影片 回答大家一直以來的疑問吧 對 我這個時候自己出片的速度 都是比任何Youtuber都要慢的 但那是因為我現在開始用視自己影片的質量多於數目 所以我才出片有一個特定的頻率 基本上你現在不會再在我的影片找到任何錯漏 打錯字令計 基本上你們現在不會再在我的頻道找到一段沒有剪過的影片 你們在我的影片聽到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有剪過 有分析過 有加工過 精華了 特效了 自體了 重整過 縮途過 才會公開給大家看的 一條十幾分鐘的影片 都花了幾個小時至十個小時的時間去製作的 甚至幾天 一個星期 一個月的時間 才可以正正式式公開給大家看的 你們可能有個疑問 為什麼我要這麼傻呢 明明以前的影片沒有剪過都會有人看的 好像更多人看過我現在有認真剪過的影片 那為什麼我要這麼認真去做一段影片呢 其實 我的身體都很認同樓上的想法 只但 我現在對拍片是有幾定的原則 不只好這段影片 始終都過不了自己的關 但好像過到你們的關 講說而已 以前的影片 怎麼可以跟現在來比 但是 麻木這樣繼續拍片 得來的事情 就只有麻木的觀眾 如果我一直以來都出些垃圾給你們看 久而久之 大家只會在因為沒有選擇的情況下 一直這樣接受我製造出來的垃圾 所以我不希望為了眼前的得著 而破壞了我們之間長遠的利益 我在這裡回答我頭盔 我剛才這樣說 意思並不是說 說別人沒有剪過的影片是等於垃圾 今天那段影片全程都帶有意思的話 那說法當然是不同的了 我只是覺得 我自己沒有剪過的影片 質素根本就不會好得去編 亦都沒有尊重過自己 另外 我製片的目的是 想比以前做得更加有趣 沒有花過一定時間去製的影片 就一定不會拿出來給大家看 或者你們覺得不剪的影片才是高質 或者你們覺得花時間製作的影片 根本就不好看 即使是這樣 我依然都會繼續做我認為值得去做的事情 好了 另外還有一件事要說 我不是那些每天都有機會開著電腦去拍大機片的全職youtuber 我只是一個每天在夜晚自分講project 早上起床講回我的典型香港學生 要找到時間來拍片打機 我已經是開心到想哭的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誤以為我是一個閒人 反而我是一個希望每天有48小時的人 沒查到一段影片 我已經覺得自己是很厲害的了 最後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在別人的頻道裡面嘗試找我 或者是期望我會在其他頻道裡面出現 唉 我自古以來都是長期一個人敢拍片 基本上只有一成的影片是跟別人合作 例如競技拍或者是HOMEBASS等等 我沒有出現過在其他人的頻道 是一件比你媽媽是女人更正常的事 或者沒有女公眾覺得不正常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對於我沒有出現在別人的系列裡面 而感到異常 想問我的話就在這裡找我吧 好了 我所講的廢話都講完了 現在入正題了 其實拍片對我來說並不是一份工作 我不期望我會像工廠一樣 每天生產千篇一律的產品給大家 而拍片對我來說只是一份興趣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出片的時間表 喜歡出什麼片就出什麼片 喜歡拍什麼片就拍什麼片給大家看 同時間我都會平衡回所有系列 一直主要都是出一些大家喜歡的東西給大家看 但不知道為什麼出其他遊戲就會被Dislike 所以我一直以來出的片都沒有既定的規律 就像你打遊戲一樣 一有機會就會玩自己最想玩的遊戲 你是不會計劃過什麼時候去打遊戲和打什麼遊戲 其實我們的人生就應該是這樣 沒有人可以為你面前鋪好一條路 你的命運是由自己掌握 雖然你永遠都不知道下一個朱古力是什麼味道 但是你總是可以有權選擇你最想選的朱古力是哪一顆 這個就是我拍片的路向 所以大家不用再問我的影片幾時出 我那時想出什麼片就會拍什麼片 真是回答你不到 過了那麼久希望大家明白我想表達的東西 我相信已經解答了很多大家問的問題 不過還是算吧 最少要明白以上道理的人 是永遠都不會看到這段片 因為這段片根本就不是minecraft 如果你走出日來看 希望你對我有了解和認知 總之我有時間就會拍片 未來我也會盡量拍一些大家喜歡看的片 那我現在就先拍空卑士和crazycraft 當然不要拍一下波特 真是最後啦 你們一問一問 不如今次由我問回你們吧 第一條 如果我給你們選擇 你會選一大堆用屎做的朱古力 還是一顆不知什麼味道 但具有心思而製作異成的朱古力呢? 第二條 如果我給你們選擇 你會期望將興趣當成貨品賣給別人 還是將自己興趣當成自己人生中所尋求的一種快樂呢? 那我問的東西就是這麼多啦 希望大家好好笑一下問題的答案吧 我們今集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遲些再見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TD有懷疑這個系列